請用意 被拖邊了啦 嘴巴 看一下右邊 攝影大哥 金狼也太緊張了 金狼不要緊張 有嗎很明顯嗎 我已經過分了 請用意 被拖邊了啦 嘴巴 嘴巴 還不能嗎 沒有 麻煩要左邊右邊 轉一下 對 轉一下 我順勢到前轉 對 我們籌備這八個月 終於來到今天了 那我覺得今天的心情 其實 當然會緊張啦 一定會緊張 可是也比之前籌備的時候 還要 然後覺得很開心 就是自己終於 終於走到這裡 謝謝大家 很開心今天可以跟 我的前輩 樹瑋哥 好好說話 好 加大前輩 沒有沒有沒有 前輩 對 就是在這個 重要的日子 也希望大家可以 你同分享這個喜悅 導播很辛苦 他自己親手寫了 大概三百多份的 這個祝福卡小卡 每一張都不一樣 每一張都不一樣 而且絕對不是超喜的 他全部是自己想出來的 然後是負責簽名就好 就是這種老婆他去找你看 我們就有一種牽著手一起過關斬獎 然後來到這最後一關 就是享受這種成果發表會的感覺 滿開心的 所以享受之前 要像剛剛那樣子大聲的呼一口氣 終於啊 因為其實不簡單 不簡單 但我覺得 你就現在問我的心情 我會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更了結彼此 我們更了結彼此的家人 然後 我們一起攜手走到這一步 其實在交換世子的時候 我就 我們兩個就不行了 對 對 然後再來又去拜別父母 那 然後看到爸爸媽媽跟靜音講那些話 就 很感動 因為他覺得其實能夠在演藝圈 遇到一個 可以跟你真心珍惜 然後互相彼此鼓勵打氣 然後走下去人生的 下一個階段的人不容易 所以 爸爸媽媽很感動也很開心 所以當他來說我就 我就哭了 上禮拜我們有彩排 對 然後靜音爸爸其實有來 試彩排 就牽著他的手進來 我其實有看到 他有一點人框泛淚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 就是爸爸他其實很愛靜音 他一定很捨不得 他的大妹妹要嫁出去 但是他願意相信我 我一定不會讓他們失望 那有傳授到 人鋪的配合嗎 工作當中不要關靜音 你知道 老婆手機來或是訊息 你沒看到要趕快回 因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 畢竟我們現在在籌備 我們人生的大事 然後我覺得其實他也是對的 就是什麼都聽盡你的 因為我覺得 這一次我說真的他很辛苦 幾乎百分之八十 都是他在做聯繫 跟他做決定 所以他真的很辛苦 其實聽盡我吹大了 對 有嗎 大富貴嗎 大富貴 對 規劃其實有被 目前就是今天溫里這個階段過去之後 再來就是等經營戲拍完 然後就是可能會 真的會規劃一下那個 等到那時候再來看吧 看看 可以 說 早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